據央視新聞客戶敦報導 1月19號中午12時12分 中國在九泉衛星發射中心使用長征11號固體運載火箭 將吉林1號視頻07星、08星 以及4顆小衛星精確送入預定軌道 一箭6星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此次是中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第264次發射 說到長征11號這個長征家族的新成員 不少網友還比較陌生 其實 這已經不是長征11號火箭的首次發射 此前 已經完成過一箭4星和一箭5星的發射任務 據軍事專家介紹 長征11號火箭是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家族中的第一種固體運載火箭 屬於快速響應機動固體火箭 而它的發射方式和普通運載火箭完全不一樣 通常情況下 長征運載火箭發射都是在發射塔上完成的 這也是網友們最常看到的發射方式 而長征11號運載火箭的發射方式更接近於彈道導彈 火箭採用統式機動冷發射 可以像洲際彈道導彈一樣隨時快速發射 準備週期不到24小時 具有操作簡單 成本低 發射週期短的優勢 可實現衛星快速組網和補網 能很好的滿足突發事件應急發射需求 長征11號運載火箭使用的發射車是獨特的運輸起速發射三用車 這種特種車輛一般情況下只會用於彈道導彈發射 早在2014年的珠海國際航展上 航天科技集團曾展示過這種機動性發射車 當時就被不少人誤認為是東風41導彈發射車 不少軍事專家認為 長征11號火箭具備星艦快速對接 還具備全天候無依托發射的能力 發射方式和造型酷似東風41導彈 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兩者之間或許存在技術上的關聯 長征11號運載火箭的成功同樣也具有重要的軍事意義 有軍事專家指出 未來戰爭對衛星依賴較大 對火箭發射的響應速度要求很高 常規發射週期太長 發射基地容易遭受攻擊 採用機動發射車則安全快速 平時可將發射車與衛星製造好待命 必要時可24小時內將衛星送上天空